在深圳这个寸土寸君的地方 用一套别墅用来养猫的人都带什么表 方总你好 你好 哈喽 村总你好 哇塞 这个人长得也太帅了呀 没有没有 搭计是你的吗 对 我比较高 我喜欢开这种搭计 都说渣男开搭计嘛 这也不像呀 这个小院整的装修得挺好呀 这里面的装修挺别致啊 方总 还可以啦 你这面墙设计的非常特殊啊 这都是什么装饰品呢 这是假花 假花 就是猫咪比赛得了一些奖刀 给你个毛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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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是什么品种啊 哦 这个是一国短毛猫 就是我们平时大家说的加飞 哇 那这个猫好像是从外星来的 哦 这个是德文卷毛啊 蔡文长 你先做吧 好嘞 哇 这边怎么还有只猫呢 这个猫好大呀 这个猫 这是一只免疫困猫 它名字叫做Lion 那这只猫要多少钱 这是一只去年的一个世界冠军呢 然后它身价的话是有三十万多一点的 对 身价比我还贵 我能报一下吗 可以可以 这是世界冠军 一只地铜拿放在手上 那这是什么猫呀 哦 那个是奥斯卡关节 猫还可以开保时节呢呀 它拍过很多广告 会很多进的 呦 呦 原来是一只装彩猫啊 对啊 带你进去看一下吧 哎 好的 哎 这猫都上天了呀这个 这是什么品种的 这个叫阿比基尼啊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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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基尼 关小童话有一只同血统的 他的兄弟 他也是去年的一个世界冠军 他身价的话有到二十多万的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游乐区 他们很多猫会在里面游玩 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推的一些冠军猫 这是我们一个洗补区 然后平时小猪女 在这里会进行一些日常的洗补 哎 我靠 这给猫猫洗澡还带着低头脑 这个给猫洗澡这么挣钱吗 不不不 这是我们老板让我们洗猫即时用的 因为每个步骤化比较复杂 所以你每个步骤一定要 通过严格的手法和时间来把控 你这个小日子过得也太舒服了呀 旁边的红色的是给猫咪洗护的吗 对 我们这个是我们给人用的日常一块的 这个要多少钱 这个一套四千多 给猫咪用他洗护的一套四千多块钱 我自己洗个澡 他用十几块钱的抹一路 哇 发现我自己过得还不如一只猫 现在这边是干嘛的呀 我还在给这只猫做一个脸座的护理 这个猫这个大脸盘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喵 看一下我俩这个大脸盘是不是有三分相似呀 走 我们去 走啊 哎 这边还好一只削开啊 这个是我的大宝贝哦 他是去年世界冠军的第一名哦 那世界冠军还分第一名第二名吗 哦 这个是赛制的 像我们190的话他是选择积分排行前15 这个猫现在价值多少呀 他的话他身价接近40 哇 那这个猫猫的身价他是怎么定义的呢 哦 一个一个是血统 血统 一个的话是他的一个头钱 头钱啊 一个是对于他的一个投资 这个手表就这么放吗 这也太随意了呀 李查德米勒 029 新款的15500 29331 这个还有一个劳力士的低通拿 彩虹 这么多的这个证书和奖杯 这都是养猫得的吗 这不是全部了 这是一部分而已 那这里面对你最有意义的是哪个呢 当然是这个呢 这是什么证书呢 这是一个裁判的一个证书 像这样的证书在我们国内多不多 国内不多 国内20多个 这是我们协会最年轻的一个裁判 哇塞 就你的今天这个脖子和脸上怎么红了呀 这里其实我对毛是过敏的 对毛过敏你还养猫呀 说起来有点可笑 没办法因为喜欢 然后踩坑的就真的是越踩越深 越来越喜欢 其实以前会更严重一点 以前会有点哮喘 但是现在的话就没有了 其实呢我本以为的话呢 这个羊虫物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业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行业就跟培养自己的小孩一样 是一个很操心的行业 所以说不限鸳鸯不限鲜 过好自己每一天 就应该有充滅的行业 更热